听智妇传奇故事 长各地土特美味 看乡村牛人绝活 精品节目大会脆 精彩一笑 他原本拥有一家软件公司 2009年 他看好大雁养殖 从城市回到农村 最艰难的时候 他连十元钱的菜油都买不起 只能跟妻子下水摸鱼 卖了钱去买油 他是进外就是野人生活 连油都吃不起 真的 水里面抓一些野鱼野虾 然后到鸡子上去卖 再买一些基本的任用品 辛苦养殖的大雁没人要 被逼跟人打赌 他放飞了自己的大雁 却意外打开了财富之门 为了让大雁高飞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这练技能必须要从小练 如果说他从小就有那种懒惰的习惯 那就不行了 你就是再什么养也养不好 四年时间 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智富能人 看李静如何靠飞翔的大雁 成功创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夏河摸鱼 现在对很多人来说 是休闲度假时的娱乐 而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李静 在2009年时 夏河摸鱼 却是因为他连十元钱的菜油都买不起 要摸鱼卖掉再去买菜油 然而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他就彻底翻了身 成为当地的智富能人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过来过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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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拿拿 他就是李静 这些小动物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大雁 经李静训练后的大雁不会飞走 靠着这些大雁 李静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智富能人 总觉得他在干什么事情就觉得太突然了 就那感觉 干什么决定都是想到了 因为你别人之前还不知道 他就做了 大部分人们都说 讲的东西没什么利润可赚 但他一个精力坚持 现在大家都比较认可 四年以前李静在身边人的眼里 就已经是成功人士 当时他在江苏省南通市 有份月收入两万多元的工作 可四年前李静却放弃了这一切 回家养起了大雁 当时李静的这个举动 都快把家里人气疯了 四年前李静离开了南通市 回到家乡只带了四万多元 当时他什么养殖经验都没有 可现在李静却在当地 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额 七百多万元的企业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这就是李静的老家 李静从小家境贫穷 2002年 他18岁初中毕业 一个人来到江苏省南通市打工 在这期间 李静自学了电脑知识 2008年 他在南通市建立一家 专门替外国人做软件的公司 当时我们主要是做网络软件外包 就是对国外 那个做这个软件接口 当时每个月吧 我们能挣两 最高峰的时候能挣两到三万 然而2009年的一天 李静却突然变卖了自己在南通市里的公司 带着老婆回到了家里 李静的这个决定让家人十分不解 父亲更是非常生气 而李静接下来做的事 更是让父亲活冒三丈 威胁他 如果不出去打工 就分家 无论父亲怎么说 李静铁了心 一定要回家创业 那么李静为什么放着南通市里 好好的工作不干 却非要回家创业呢 我这个南通那边的公司啊 一直在那个走下坡路 所以说感觉 这真的是这个公司在 在这大城市里维持不下去了 一个外地人 肯定在本地想站住脚非常困难 所以说 还是 父母也老了 还是想利用看看 能不能利用家里的资源 在家里创业 然后近一点孝道吧 当时 李静调查市场后发现 养殖大业利润不小 同时 老家环境 也适合养殖大业 当时我们做了 也做了市场调查 就是说 从我们大业 从回来养 大概 也要一百多万成本 后来 这个 经过这几次市场调查 他们就是 加额都能卖到两百多 我们大业肯定也能卖到 三四百块钱一只 所以说市场调查非常好 大业 是我国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养殖需要去林业部门 办理相关证件 2009年初 李静办理了相关证件之后 说服了父亲 把家中的全部积蓄 十多万元 交给了自己 从青海省 引进了三百多只大业苗 养在离家 五公里远的鱼塘边 当时花光了钱的李静 在鱼塘边上 自己盖了一座茅草屋 看守大业 当时基本上就是野人生活 头一年车实在那时候 就非常难受 创业辛苦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连油都吃不起 真的 我们就是五河这边的水源 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我们就到 那个水里面抓一些野鱼野虾 然后到集市上去卖 卖完之后呢 然后再买一些基本的日用品 我国法律规定 野生大宴 只有子二代 才可以用于销售 这意味着 李静只能等待一年多之后 出售第一批小苗繁育的后代 李静的妻子房小娜 提出不干了 我就老是买宴 他大人受罪就不说了 然后这孩子太小了 在那地方受 就是人家 就是我感觉 我们小孩子受的罪 比人家大人 就是这么多年的经历 受的罪都多 当时就是想 挣了钱了 扬北吐气了 把孩子给他送到大城市里面去 让他过城里人的生活 我们苦一点 无所谓吧 当时就都是这种想法 到现在还是这样 憋着一股气 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做好 做大 可是孩子也跟着受苦 这真的就是我们亏欠他的所在 李静劝住了妻子 继续在家养大雁 2010年底 李静的子二代大雁 终于可以销售了 他把自己的大雁 拿到了升级镇上的饭馆 去找人试吃 没想到 饭馆的总经理 申起兵却告诉他 大雁肉的味道 跟鹅差不多 跟家里面那个菜养的味道一样 它没有那个野味的那种口感 他说这只鹅肉 当时浑身不舒服 我说嫁完了 到底是我这边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当时考虑了很多 李静回家跟家人商量之后 认为问题出在圈养大雁上 大雁因为被圈养无法飞翔 导致肉的品质下降 李静有了放养大雁的想法 来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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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2011年1月 李静挑出了200只大雁苗 每天由他带着跑 想模拟野生环境养殖大雁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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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跑一跑 锻炼他的技能吧 从一开始我们原来都这么训练 人带着给他带着跑一跑 带着跑一跑 等他羽毛扎齐了 然后再给他练了飞翔 再给他起飞 为什么要从这么小开始 这练技能必须要从小练 如果说他从小就有那种懒惰的习惯 那就不行了 你就是再怎么养也养不好 当时李静的这个做法 再次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小的时候然后比较弱的话 他在前面走的话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比较体型比较大 比较强壮 从他身上践踏过去以后 觉得会被踩残疾 会被踩死亡 都有可能对 怕跑了不回来 一飞不回来 这个经济受到绅士 可李静却认为 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大雁一定得放羊 当时放飞的心理根本一点点底都没有 当时就抱着 就直接就损失那么多 就这样 就这样直接去试着去做这些事情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如果不解决的话 这市场根本就没办法做下去 你说大雁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是圈养 控制他飞翔 不让他怎么样运动的话 他就和普通的家庭味道没什么两样 也就是说可能就不好去做这个大雁的市场 半年后的2011年7月 李静又带着自己的大雁来到申吉镇 当时他遇到了当地的粮食经销商申盛 申盛第一眼看到卖大雁的李静时 觉得他是个骗子 我感觉这是卖贼狼 我们老家这边讲话叫卖贼狼 卖贼狼什么意思 卖贼狼 我们老家土话就是 就是那种卖狗皮膏药的 江湖片子 当时深圣认为李静正在把鹅当作大雁 卖给饭馆老板 我以前见过在天上飞的看过 但是近距离没看过 到底它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你看着想什么 我看着想鹅 他过来完之后 他问你这个是鹅吧 我说我这是大雁 然后他就跟我 他说你这能不能飞 我说我能飞 他说咱打个赌呗 大雁肯定能飞 如果真的是大雁 你如果放飞了 我也出了两百块钱 你放飞给我看一下 然后就和他打了这个赌 我也不能保证一下子 就扔出去它就飞掉了 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还是赌一把吧 和自己赌一把 跟深圣打赌之后 李静立即放飞了自己的大雁 往前一扔就飞起来了 那只大雁呢 大雁后来飞跑了 飞了大家都惊呆了呀 都惊了 哎呦 他还真是大雁 他还真能飞 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你还真敢放 跟你说个玩笑的 我说我可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来真的 李静如愿以偿地拿到了200元 虽然只有200元 却让李静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开心 当时我浑身就像那种小虫子 那种针扎一样那种刺脑 哎呦 我头脑一蒙 哎呦 这下好了 这大雁给我出了口气啊 让我真的 怎么说呢 就是让我真的感觉我之前的工夫没有白费 飞走的大雁 让深圳认可了李静大雁的品质 现在每年深圳都会从李静这里买400多只大雁 作为当地的土特产送给自己的客户 2011年底 李静的大雁先后打开了合肥 蹦步等地的市场 年销售额100多万元 听制服传奇故事 尝各地土特美味 看乡村牛人绝活 精品节目大会催 精彩一项 2012年初 村里很多人看到李静养大雁赚钱后 都来找他 想从李静手里买雁苗 却都被李静给拒绝了 他叫孙茂富 是李静的伯父 本以为自己能有这个面子 从侄子李静那里买到雁苗 却也被拒绝了 你打到我的心愿 我有点不高兴 我说你这个老兄 都留了几个制服了 你不想叫你大爷制服了吗 当时就考虑到 因为这个 有这个亲戚关系 我们也不好管理 他急着用钱 可能会自己到市场上低价销售 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市场 李静认为 只要自己做独一份生意 销售就不会出问题 没想到 一场噩梦即将到来 2012年3月 李静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 扩大养殖大雁的规模 当时 李静的父亲孙茂发 看到儿子养大雁确实赚钱后 也来帮忙 却正赶上李静的大雁厂里的 一万三千多只大雁 还没有卖出去 我心情非常着急 你看这一万多 一万多只得几百万块钱 这发不出去 这多年的心血都在这里 那我当然要急了 当时 厂里的大雁到处都是 但省内的市场 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的大雁 而这个时候 当地又连续下了几场雨 道路湿滑 饲料没法及时运到大雁养殖场 李静的大雁 开始出现互相着咬的现象 我端一盆石在里面的话 就是所有的大雁都用上来的时候 就是体质强壮的话 它会抢到 还有呢 就是体质弱的时候 它会被压在下面 还有如果石吃完的时候 他们就是互相斗驾嘛 打架 然后羽毛会被捉掉 然后会被感染 2012年6月 李静在无意中 发现了一种极其省钱的大雁饲料 小麦接杆 在我们收完麦子之后 它不是这地上有残留嘛 然后我们就放 每次都要放 我们这天上放木 放完之后 发现它对这个 它夹这个结杆 也吃 我们也发现它吃这个结杆 后来我们就试了一下 就是拿了一小部分 然后通过那个粉碎机 把它粉碎 给它粉碎这个小一点 发现它特别喜欢吃这东西 小麦接杆 虽然解了李静的燃眉之急 可这一万三千多只 卖不出去的大雁 仍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李静的心上 2012年7月 它往杭州 卖了五百多只大雁 却赔了两千多元 杭州突然来了个电话 就是说要五百只雁 然后我们当时就急着 急一桌 桌着就装箱上车了 李静接到电话后 立即组织家人 开始抓大雁装车 并且亲自把这批大雁 运到了杭州 从我们家到杭州那块 是六百多公里 到他们那点 当时的费用就得四千多块钱 然后又损失了一部分 当时我们后来一算账 亏了一两千块钱 这生意都感觉 当时就崩溃了 再这么做下去 肯定就没办法做了 这种做法 这么多的大雁 在附近卖卖不出去 往远卖又赚不到钱 李静该怎么办呢 三个月后 李静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仅迅速处理完这批大雁 还在一年时间里 把销售额扩大了七倍 达到七百多万元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办法呢 他叫李洁 是江苏省四鸿县一家酒店的经理 2012年9月 李静找到他推销自己的大雁 当时李洁对李静大雁的送货速度 十分担心 当时李静却跟李洁保证 无论什么时候要货 只要提前一天打电话 一定准时送到 一周后 李洁给李静发了一个信息 订了八只大雁 第二天一早 李静身边这个叫做原力的养殖户 就把大雁送到了李洁的酒店 你送到那是用了多久 送到那边 还是算到一个小时左右 本期时代 你说几号送他就几号送来 他要了八只 如果说从我们五合线 往他四红线调的话 得一百多公里 这中间的费用相当大 这基本上我们就挣不了多少钱了 如果说我们在四红线当地的这个位置 直接就近就就调给他 中间基本上就没什么多大的费用 原来李静迅速卖掉大雁的办法 就是亲自去附近省市的酒店推销 一旦拿到订单后 他会立即在当地寻找享养大雁的养殖户 并且以比市场第一倍左右的价格 把大雁和大雁苗先出售给养殖户 再从酒店那里获得更高的回报 就是我们觉得价格哈利 跑了几家以后 看比较一下嘛 这边价格比那边价格低 那边基本上不是翻倍嘛 也贵了好多 还有一个嘛 这边也给我们订了保证 不能什么时候要达到50块钱 以上的例如 有人觉得你为什么不在你当地 就是扩大规模 弄个十八二十万只这样养 我说这样这个方法不适应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知名度也不是太好 我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可以带动其他周边这些城市 这些养殖户进行养 然后我们可以快速的 就是配合到每一个城市的酒店 或者餐馆里头 这样节省中间运输的环节 还有一些损耗之类在里头 这都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可养殖户和酒店 为什么不直接交易 而要让李静从中赚取差价呢 他是省了中间我们销售一个环节 有利用转就行了 你要这是还要组建这个销售网吧 你还要投资 还要投资人类外类 好多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依靠他吧 应该我们跟这个小户 应该怕质量跟不上 可能一次两次的可以 怕多了一 那里 他没法保证 对保证质量啊 或者是送货 货源的速度什么的 同时李静跟养殖户约定 如果合作 大宴全部由他销售 大宴出现死亡 必须有照片证明 否则第二年将取消合作 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 我们和养殖户签订的协议 就是包括死亡率啊 就是最高给他 就是5%到10%的死亡率 他每次死亡 还要给我们提供照片 我们还要有一种 人性化的处理 如果说他们 他们当地有这个亲戚朋友 他们自己可以卖一小部分 2012年秋天 李静把一万三千只大宴 分成多批 先后运到外省的养殖户手里 然后零散地卖给了酒店 通过这个办法 李静把自己的销售半径 从一百多公里 扩大到了两千多公里 2014年 李静在自家门前 建起了一座简易的大宴加工厂 进军大宴深加工领域 开始带动亲戚 朋友 及更多农户致富 在农村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做事不能一贯不管 半贯咣当 也就是说那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瓶水 你还没到满的时候 你就开始沸腾了 你不能持之以恒地 去把这个事情去做下去 你认为 我现在做了一半 可能这个事情做得已经很好了 实际上不是 所有的事情都要一直坚持下去 坚定这个信心 你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做得完美 李静成功创业除了坚持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策略 去适应这个市场 创业除了坚持以外 还要时刻保持一颗追求的心 因为一旦满足于现状 不去改变 就会被市场淘汰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听智妇传奇故事 长各地土特美味 看乡村牛人绝活 今天节目大会赘 精彩一项 春天秋辰 这个味儿悲爽 嬉娅阿姨 欸游呀呦呀呦 这个月回来 好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故乡 踏出道迎开明镜的水面 逃离坏法座修理的村座 春天花会开 妖儿自由自在 我还是在等待 等待我的爱 冬天风雪来 花儿写了依然会开 药儿明年一样会回来 留我等到双冰半白 快回来 赶快回来 软软的乘风迎面吹 找花儿做多开 几顿夜啊唱双队 几人十块卡 爱哟爱哟 爱哟爱哟 你皮块儿爱美鸟 找我忘不了 爱哟爱哟 初一去去来 值得我来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等着你回来 等着你回来 给你到花儿台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趁着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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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了红灯笼 请来了红花枪 春天像一天 一红鸟 吹着那红鸡蛋 装着那红宝宝 红彤的春天 红花花的光 红花花的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 红灯灯的春天 红花花的光 红花花的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 红花花的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第七套农业节目 美丽乡村快乐行 走进铜炉特别节目 小生我梁山伯 和我心爱的人英台 被人棒打鸳鸯 失散多年 经过几世的轮回 我发现 铜炉有个溶洞 这洞内 亭台楼阁 齐山怪石 都是应有尽有 号称 姚林仙境 不知道 我心爱的英台 在那里 是否能找到 哎 我命苦啊 我命苦啊 我心爱的 多重度 我宇宙的工程 绵延 不是今夜一夜 又砸空 白熟通信在眼前 不是今夜一夜 又砸空 白熟通信在眼前 这二位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曲仙和白娘子 怎么晒得这么黑啊 你啥意思啊 你是白天不准夜的黑吧 我告诉你 这里只有千山 摇尺 好 也有人间的供念 美 也有我离不开的 林芝先生 最重要的是 冬暖夏凉 冬暖夏凉 你看我来自家里 一千年 一点 没有 我不杀 老 听懂了吗 我这样 一点都不善老 那 许仙和白娘子 你是否看到 我心爱的 银台 你自己找去 我心爱的 我心爱的 你慢慢飞 我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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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兄 你看 后面是复春山 前面是复春江水 有山有水 四乃人尽心尽 人世间的烦恼 我早已忘却 只是以为在人心中都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 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呐喊 想你是你在心天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康慰都有 你被烫着了 我在铜炉找了一套房子 我准备让咱俩在这里安顿下来 我们生一大群孩子 过着逍遥快活的生活 梁兄 梁兄 此话称何我义 只要你留下来 来就不走了 那走 咱 生孩子去 才要同君山 揭露无同乡 我乃人人相传的生意 乃老猪 几年都快无掌了 腰也软 腿也疼 手脚也不利索了 我听过咱们通路有神医 看病未咬 特别灵 我得去瞧瞧一下 神医 带我给你拔拔麦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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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nt лет 从脉象来看 问题不大 从面相来看 真可谓滚滚长江都是水啊 되 thieves 身体 我 šas这个病还有救美了 通过我的这么一番的调理 我相信方能治好你这个毛病啊 哎呀 沈姨 你得多多多给我开开油 来来来 不急不急不急 来 叫白美丽 今年三十七 不识数啊 那是八 七 俺叫高富帅 今年四十一 一 是呀 谁来老姑 我说老婆呀 咱在这儿定居了七八年了 你看人家一生孩子 论堆 咱俩连半个都没生出来 也不知道是我这身体不行啊 还是你这不行 看着长相肯定是你不行 我头回听说生孩子看长相的 不管他俩谁不行啊 今天我特意找了一位神医 看着神医啊 我就算看着儿子了 儿子 二位 怎么能骂人呢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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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骂人 我们说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看病 看着你啊 我那儿子就有希望了 你让我来耗耗脉 要不人家怎么是神医呢 耗脉一般都耗动脉 发现你这个动脉 是一会儿跳一会儿不跳 上跳不跳啊 那我这能治吗 你们都稍等片刻 来 这可都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所有 接下来要熬制的药材 这可不能直接试啊 这可都是我们要熬制成的药杉的 这是配料 而且这些配料都可以制作成 养善的名菜啊 什么菜啊 神仙剂啊 师傅 你给他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用了16种中草药 花了8个小时熬制而成 赶紧来一碗啊 你是不是赶紧给 哇 不必而来啊 小 儿子有希望了 哎呦 看这汤油汪汪的 来 来 是不是他病得最重啊 来 老猪 你喝点汤吧 老猪马上喝完就变小猪啊 喝了这个就有儿子了 好 这位病号是喝一口没感觉 好嘞躲的 让我看看 你看 都控制不了了 哎 你看看 我这一 吼了 咬咱吼了 我这什么臭 吼了 妙手回春啊 哎呀 这老猪就变成老马了 你骑驴呢吧 你们二位不知道如何呀 哎 好 我的感觉就是 老婆 老婆 我们去哪里呀 老哥 老哥 我们就去同路吧 没一天陪你开 日出 好的 谢谢神医 谢谢 别用谢啊 接下来我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位 他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药膳呢 熬制成吃完之后就练了一生的本领的神人了 真的 真的假的 这个神人的功夫了得 来吧 为了安全期限 你们得一等 散开 哦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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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饱满 清香浓郁 营养丰富 联系电话 李宗盛 天言万年长 今天的美丽中国快乐行走进铜炉就录制结束了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们 不要忘记我们的口号 美丽乡村喜快乐再进行 朋友们再见 我安全性 否计我们下转 不可不可以 我安全性 都是 我安全性 可不可以 我安全性 可不可以 我安全性 可不可以 我安全性 谢谢观看